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上上集跟大家讨论了东京的年收以及东京的房价 让大家知道东京其实房子并不便宜 一个人要买也是相对困难 而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家庭年收1000万日币的状况下 购物的思考策略以及经验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在开箱之前针对这个物件我稍微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购买的物件是日本的小规模一户件 也就是类似台湾的透天 因为东京的土地非常贵 我们买的土地非常的小 我们的土地面积是51平方米 而在这使用的51平方米的土地面积上 我们盖了三层楼 整体的使用面积加起来是93平方米 还有一个车库 我们走路到最近的车站是徒步5分钟 到东京大首丁这个车站是搭电车约20分钟的距离 房子的房价是4800万 手续费用是300万约房价的6.3倍 我们跟银行借了5000万 约台币1400万 整体的变动利率是0.507% 我们借款了35年 我们每个月需要还款13万 好了有了这些基础的了解之后 我们就来开箱这4800万的房子吧 欢迎来我家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家 首先是玄关 玄关就小小的 大家可以看地上 右手边是我们的鞋柜 鞋柜是一直坐到天花档 然后我打开给大家看 嘿咻 可以放很多很多的鞋子 上面呢 我们目前没什么在使用 就放一些拿不太到的东西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楼有哪些东西 首先呢一楼我们可以看到 长长的走廊 这边是厕所 然后浴室 然后还有一楼的一个小房间 首先我们来看厕所 这是一般的标配的washing 就是有洗屁屁的toto的厕所 然后日本的护件都会带到一个窗 然后这个是利用我们楼梯下面的一个空间做的厕所 那我们来看隔壁的浴室 日本的浴室也都是标配的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跟洞 然后这个就是扇面镜 可以做到很多的收纳 很多东西 基本上我们就全部把它收到进去了 然后 因为我们双方都是在工作的状况下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不太喜欢晒衣服 不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使用的洗衣机 这边也是有带烘肝功能的洗衣机 然后我跟老公的衣服都是分开 放自己分开洗 接着我们进入浴室 我们来看浴室 对 然后首先这个是可以控制整个 有干燥、暖房、凉风 还有换气的功能 上面这个机器呢 是我们冬天是太怕冷了 所以另外加一个 让这一个空间可以温暖的机器 上面这个是电表箱 日本的电表箱 做得超级漂亮的 你们看 真的是电表箱 然后厕所呢 这样也是标配的 因为他们习惯做着洗澡 所以这个呢 是为了做着洗澡的时候 可以拿得到东西 所以这里做一个可以摆设的盘子 然后因为我不习惯做着洗澡 所以我只是站着 然后浴缸 我们家的浴缸也是非常大多 哇 你看一个人也是超级无级舒服的 我最喜欢在这里泡澡了 然后呢 他们是全家人都会用同一个浴缸的水来洗泡澡 所以为了保温他们有这个板子 可以放起来就可以有保温的动作 来给大家看 他们通常就会放完水之后 然后把这个板子 满好之后呢 就可以有对里面的水做保温的动作 接着我们来看一楼的另外一个房间 Let's go 接下来就是一楼的房间了 那这个小房间是我们是留做客房的 目前是没有在做任何使用 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的采光非常好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地窗 然后这里整个的空间大概是5.25平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衣柜 日本的其实不太需要做装潢 他们的衣柜都是在建案里面就都富有的 然后这个衣柜我们目前就是 这边都是给客人来住的时候 给他们做的打地铺的一些棉被跟地垫 然后还有我们的行李箱 整个是做一个收纳的动作 好的 一楼没什么东西 我们就三二楼啰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东西呢 它是摆我们一些出门会用到的口罩 一根小消毒品 然后一些小摆丝 然后下面是一些修理房子啊 一些老公在用的东西我也不太了解了 楼栏把之类的 好我们上二楼 其实因为我们住的这个空间很小 所以楼梯也是很窄的 你看我这样一个手臂的宽度 就是它的楼梯其实是非常小的 可能大家没办法想象 那小小的住起来也是很舒服哦 好了这里就是我们的二楼 先看到我们这里是我们最主要的活动范围 是我们的客厅 然后我们买了一个L型的沙发 整个的采光都非常的好 之所以会这样摆呢 是因为这边我们的前面是一片大白墙 然后我们希望从后面可以投影到白墙上 所以我们这边留个空板 然后电视是朝这个面向摆的 这个是我们的餐厅 餐厅这里我们是连着厨房 一起这样做过来的 然后我煮晚饭的话 就可以直接从这边递料理给我老公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吃 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灯 是我们买的非常的便宜 接着就是我最常待的地方 就是中导厨房 然后这个都是厂商标配的 我们没有做任何购买的东桌 这边全部都是一开始租进来的 就有我们买的这后面的这个厨具柜 然后冰箱 后面这边的家是我们自己买的 然后其他这个部分就是厂商户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厂商户的东西有什么呢 其实他们一般的壶件里面都会标配了一个 之前有介绍的就是洗碗机 非常的方便 然后还有整体的收纳空气垫都非常大 里面都是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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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的收纳 下面这里也是我目前没有收的很好 我会再好好收拾 然后这边是一个三口炉的部分 跟他们整个的厨房都会设计成这样 然后这里的清洁也非常简单之后 我会再拍一个影片 让大家看日本的这个整个 葱油盐机怎么清洗非常的简单喔 然后下面就是大家熟悉的日本的烤鱼 然后这里有一个调味料喔 反正整体的收纳非常的多 我个人是非常的满意 好 那我们就上三楼了 啊忘记介绍就是我很喜欢我家的厨房 一个部分就是我这样看过去就是 哇可以看到客厅 就我可以知道老公在客厅干嘛 然后整个望出去的视野非常好 因为这边是超南面 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在这个空间 最后呢二楼有一个厕所喔 日本的一户建通常都会配有两个厕所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在二楼的厕所 非常的普通跟一楼的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标配的toto的洗屁屁的厕所 好的 然后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植物 所以我们在家里的每个地方都会放置植物 让整个环境看起来是更有绿意的 那接着我们上三楼 三楼就只有两个房间 所以一下子就会看完咯 我们往上走 然后因为我平常很喜欢做干燥花 所以我都会在我们的小地方 放一些干燥花做装饰 好的 我们就上楼咯 非常的暗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是都没有窗户 所以很暗 但它日本的这样子的小房间做得很好的 就是整体的空间规划非常好 你看三楼它唯一就是没有用到的 就只有这样一个很小的空间 这里是第二个客房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主卧 然后我们来先看这个客房 我们先把它做成书房 这一个空间也大概就是跟下面的差不多 是五瓶 然后采光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整体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会轮流在这里上班 就是在家工作 日本现在为了抗防治疫情 都有在家工作 这里也跟下面一样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橱柜 因为这是里面都放我老婆的东西 我就不开给大家看了 接着我们来看主卧室 主卧室是三间房间里面最大的 这边有七瓶以上 然后是三面彩光 非常的非常的明亮的一个房间 然后因为我们主要都是在 这里就只有睡觉用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 然后这里就是把一些储物柜 就是放一个三层柜 让我们的文件在这里做一个整理的动作 然后这个部分就是我自己的衣柜 我的衣柜跟老公是分开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衣柜长怎样 这样子的衣柜空间 这边都是买无印良品的收藏箱 然后我的衣服现在有一点多 不过我之后会慢慢做一些断舌 里把我的衣服用的越来越少 好 以上就是nana的东京小家分享 大家有喜欢吗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哦 那我们下一集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